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美西时间2月18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违独报 我是Cherry 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 中共江苏官方17日宣布成立调查组 对丰县巴海姆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声称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一直失声的中共全国互联也突然复合发声了 但从事发起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 截至北京时间18日15点 丰县生育巴海女子事件调查组成立 处于大陆微博热搜第一 话题阅读量已达到23.9亿 有分析指出 巴海母亲事件其实是中国社会众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而中共最大的问题在于谎言治国 百姓根本得不到真相 海外时兵人士岳山撰文分析 北京大学教授吴碧虎 16日选择中共复联 在徐州封县巴海铁链女事件中麻木不仁 要求中国复联道歉 徐州复联道歉 他的微博随即被禁言 而复联和负责删帖的网络管控部门 主管的最高领导是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文章指出 在争议声中 江苏当局宣布成立调查组 从封县两次通报到徐州两次通报 终于挨到江苏省这一集 一位曾在体制内的观察人士说 这个调查组有些晚了 大概是在习近平的批示下成立的 但直到现在 公众还没有等到习近平的公开指示 就在最近 习近平还声称 毛泽东当年的所谓 摇动队所说的人民监督 是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 避免立刻垮台的答案 这次铁链女事件全网监督下的官方表现 不是打脸吗 文章写道 对如此民情汹涌的铁链女事件 以及背后的人口拐卖问题 从中共官方集体沉默的表现 让人联想到官员们现在流行的躺平 这是代正的一个代名词 从封线一直往上 各级的官员来了一次集体躺平吗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习近平现在大小一起抓 有政治挂帅 官员唯恐一步走错 就毁了自己前途 文章继续写道 习近平也许真的终于下指示了 才有江苏省的行动 但是是否有调查组出马 就能解决问题呢 参考去年7月的河南洪灾的调查结果 虽然罕见认定郑州当局涉及隐瞒数据 但最终处理的最高级官员 也只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甚至郑州市长侯红只是被降级 日前又迅速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薪职复出 这样的处理可谓不痛不痒 仅仅是走过场 此外要知道 2021年在中共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比中 徐州名列其中 一旦追查下去 会影响到一系列官员 政府部门的颜面 中共恐怕不肯 也不敢真的去揭开真相 这样看来 就算其公开下指示调查铁链女事件 中央级调查组进驻 当局也会为了党国稳定 尽量把影响的面缩小 把要处理的官员压至最低 下台的官员换地付出 如此而已 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性的走过场调查 累积之后 在一次又一次的背过式问责之后 中国国内沉默的大多数 这一次恐怕将会不忍了 文章最后写道 再回过头看这次官员对习近平极其躺平的后果 套用大陆作家傅国勇 在1911大清朝完蛋的前夜一文中所说 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 鬼友之变只是第一步 费正清找到了原因 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江苏当局成立巴海姆调查组之后 突然传出大量官方否认巴海姆是李莹的信息 一直跟进巴海姆事件的骄傲女孩组织表示 江苏官方高调成立调查组的真正目的 不是调查问题 而是要彻底一锤定音的封杀整个事件 综合报道 2月18日骄傲女孩在推特上发文指出 中共官方安排了多种手段否认巴海姆就是李莹 包括指使自媒体造谣李莹照片经过修改 用小花媒的DNA和李莹母亲做鉴定 然后指使江苏和四川公安一起宣布DNA比对失败 以及通过新闻发布会和官媒配合大肆宣传等 而就在骄傲女孩发表上述推文之前 大陆确实出现相关的舆论动向 媒体开始大量引述官方说法 否认巴海姆就是李莹 不过网民纷纷质疑巴海姆和李莹的关系已有多致 官方均无公开回应 却在2月16日江苏成立调查组织后突然打破沉默 这期间的关联并非偶然 2月17日 大陆财新网网站和其官方微博突然发表 对李莹母亲梁晓青的采访 梁晓青称 四川南充市顺庆区公安1月30日采集了她的DNA 第二天就电话通知她和巴海姆的DNA配对失败 梁晓青还说 网传的李莹照片经过一些修正 她认为巴海姆和她的女儿的相貌和口音差异挺大的 有关李莹的照片往上还传出说法 称网传照片经过美化和修改 针对这种留言 曾大力推动巴海姆和李莹家属DNA鉴定的微博账号 自由的蓝色冤尾18日澄清了 没有PS没有任何美化的李莹的照片 该照片虽然有些模糊 但相貌特征与早前网传的李莹照片不存在太大差异 此外有关巴海姆和李莹母亲的DNA鉴定 一直跟进巴海姆事件的前调查记者邓飞 日前也在微博提及 邓飞18日发博文称 早前徐州官方宣称2020年已将巴海姆DNA入库 但未能与任何失踪人口配对 现在南充市公安也宣称巴海姆DNA没有和李莹妈妈比对上 但是谁能保证官方使用的DNA属于巴海姆本人 因此李莹叔叔才申请公安部重新主持DNA鉴定 必须确认是从巴海姆本人采样 并由具公信力的第三方进行鉴定 邓飞还在博文中提到 如果巴海姆不是李莹怎么办 难道就成了无头冤案 石沉大海不成了吗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8日向塔斯社表示 将于2月19日举行战略威慑军事演习 军演由总统普京指挥 目的是测试战略和武器的可靠性 目前尚不清楚 普京将作为总司令前往演习地点 还是通过视频加入演习 与此同时 美国已经邀请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英国等7国领导人 以及欧盟委员会和北约负责人 18日参加一个视频危机峰会 德国之声报道 俄罗斯每年都进行数次导弹测试 但此次测试正值俄军囤兵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 美国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出警告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日在华盛顿表示 他已经接受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下周末举行会晤的邀请 会议地点外界尚不清楚 就在一天前的17日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感觉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8日表示 对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武装在乌克兰东部交火事件增加感到担忧 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的报告 17日仅在顿涅兹克地区就发生了189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 比前一天的24起大大增加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在顿巴斯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有可能非常危险 华盛顿和其他西方盟友认为 那里的局势升级可能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部分借口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18日表示 乌克兰将避免给俄罗斯任何发动攻击的理由 他表示 乌克兰正在加强其防御措施 我们的任务是不做任何俄罗斯人试图激怒我们做的事 我们必须反击 但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加拿大沃泰华警方2月18日开始逮捕 过去三个星期来一直在抗议加拿大疫苗强制令 和其他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卡车司机 美国之音报道 警方在17日夜间开始了行动 其中一些警察身着战术装备 据报道 他们在首都议会山地段周围 逮捕了抗议组织者马拉里奇和克里斯巴伯 当局还封锁了至中心大片地段 阻止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员入内 沃泰华警察局18日表示 任何在展开执法行动地段内被发现的人都有可能被逮捕 虽然警方开始行动 但一些卡车司机表示不会退缩 卡车司机凯文霍蒙德对美联社说 自由不是免费的 他们给我们戴上手铐 把我们投入监狱又如何呢 本周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启动了紧急状态法 给予执法部门极大的权力空间来执行逮捕 冻结银行账户和拖走卡车的行动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